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我是郭涛 这个哪个涛 涛鸡不着十八米的涛 老公 那个成语正确叫做 所以你的名字叫做 郭涛吗 是 郭涛或者郭涛都可以了 欢迎收看全民最大党 全民做老板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 我们先看一下新闻站 啊 先生不好意思啊 想见一下你手机用一下啊 哦 好啊 五金行 哈 前面直走右转就到了 啊 谢谢 谢谢 啊 现在 我想再见你一下手机啊 因为我出来乍到 我没有来过这里 我想拍张照留恋一下好了 啊 谢谢 谢谢 啊 我想再见一下你手机用一下 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喂 妈 我已经找到五金好了啦 我晚上会带很多很多蜡烛回去 啊 记得不要开 一盏盾盾不要开啊 不要浪费电好不好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没有手机吗 我有啊 你手机没电了吗 有电 F7 你看 100 真的耶 真的 我跟你讲 这100要维持啊 不容易啊 我维持7天耶 一个电都没有少耶 因为啊 我要回家 如果少一盒电 要用我家的电啊 很浪费钱啊 你 你这个剩下20%啊 要回家记得要充电啊 要维持100 没那么简单啊 把我电用到剩下20% 你这样太过分了啊你 太过分了 是 到我们的新闻上 点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小马哥说 台湾的电费太便宜了 拿台湾跟非洲比 会不会太没有说服力了 那我们赶快来介绍 第一位我们的特别爱病是 美国发明家富然柯林 大家好 我是富然柯林 大家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对 我是卖风针的 你只要把你自己想要的 比如说你店价太贵 你就弄个信号 然后写上去店价太贵 希望能够降价一点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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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风针 然后它自然就会实现的啊 你以为放天灯了 灯炭掉开个玩笑 所以说这店涨价 我在这边跟大家抱歉 因为都是我好爱的 我不用放您店的话 你们现在就没有价可以吵 对不起 I'm sorry Thank you 好 谢谢 好 第二位要介绍 是我们的自身媒体员林潮青先生 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自身媒体营水 我喝到他们这很奇怪 这现在是什么社会 这到底什么拿出来 非洲要跟台湾是要怎么辟 那好像拿企图的比鸡水 那是怎么辟 那就是不会辟的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从原始森林 跑到都市的一个秀兜泰山 阿达 什么 什么 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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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东西 这么丑 放下来 不对 喂 喂 你真的做 不对 我帮你放下 你刚刚这么一帅是 纯心让他三个月没工作 OK 不是他过头做的事 不是燕秋姐做的事情 是 我就是那位秀兜泰山阿达 等一下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Yeah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这要讨论是 小马哥说 台湾的电费太便宜 拿台湾跟非洲比 会不会太没有说服力 而讲到这个我们才突然想到 我们马总统已经在非洲访问了 有谁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啊 是 以前这个阿扁总统 出巡的时候呢 出国的时候呢 出巡喔 要搭手来一家航空公司 都大阵仗了 告知这个我们的老百姓 那马总统现在已经在非洲了 而且今天说台湾电价太便宜 竟然拿非洲一展灯的情况 来说明这个 台湾电价涨价的合理化 而且这个被立委批评说 这个涨价拿非洲的电价 跟台湾电价做对比 会不会太荒谬了 老公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荒谬 这次我们涨电价是一次涨足 平均每户每个月多87块 这样算一算 一年也才多一千多块 也还好吧 不是还好 在燕缺的意思是说 台湾电费真的很便宜 这个大家反弹 社团不要那么大 我们可以做讨论的 好不好 做讨论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当初发明电 发现电的富兰克林 你看 你不要躲起来 你给我解释 这店家为什么到现在变那么鬼 I'm sorry 我刚才也讲过了 电不要发明就好啦 真是的 大家吵成这样子 I'm sorry 会不会你们这边 台湾听说这个客烂犯人 就最近倒霉会丢东西这样的 奇怪 你们 我在刚刚的录影过看 奇怪 很多人在门口 会不会拿东西砸我 不可能的 你放心好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 大自然的这个雷电 把它化为我们的 我发现的啊 是不是 放个风筝 上面扳个钥匙 怕就短传电 所以说那个手不能摸 摸风筝 风筝的话 一样会被电到的啊 是不是 我讲这个干嘛 我是说雷公的电 能不能吸收来人民生用电 雷公 雷公是你们中国人才有雷公 我们外国人没有雷公 它就是一种大自然的一种现象 雷与电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这个雷与电的故事吗 不用了 对不对 我在讲说你们马总统 现在到非洲去 他跟那个非洲的小朋友 说这个台湾的电就是太便宜了 所以大家不懂得珍惜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懂得珍惜的 就是说一个人要吸服 对不对 你们现在太便宜了 所以大家都在浪费 是不是 毛起来充电 像我在录影 摄影朋友 有时候看到台智园也是一样 也是浪费电 把那个什么手机 偷我们中天的电 在那边打电动 切西瓜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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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 如果说我跟中天举报的话 台智园可能偷电要被抓去关的 是不是 对不对 是 这只是告诉他小故事大道理 要珍惜我们的电 你应该同意思吗 我希望特资源不要再偷冬天的电了 他被打西瓜不好的是不是 那有一句话他应该知道了 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是不是 那没有电就没有涨价 那没有涨价的话就没有争吵 没有争吵都不要有到 我们要回到原始生活 对啊 如果站幕起火就好了 但是生活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我们要必须用现在这个阶段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对啊 台湾的电真的很便宜 是不是 那大家不会珍惜 这是一个事实的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长一点点 只是要告诉大家 珍惜大自然的资源 那个电要非常的节省才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以前我们骑脚踏车 都还有一个发电机在那个轮子上面 然后骑越快 那个灯泡越亮 车头灯 对 车头灯 现在都用那个 LED啊 LED灯 它还是耗电 对不对 我们可以回到原始的生活 来 我们先进广告 好笑